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15岁 15岁那年 我很迷恋打针 长到母亲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做老师 向她学会了重射数 自从我学会了打针 便开始期盼眼前有病人 不论是家人或外人 我被其证据严格按照程序一次次操作着 一天 有位邻居来找我 说他每天都要去医院注射维生素B12 我若能为他注射 便可免去他每天跑医院的麻烦 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请求 这位邻居本是天津之亲 因病没有下乡 大约在天津又找不到工作 才来到我们的城市投奔他的姨母 并在一家小厂谋到了事作 她好像是那种心眼不坏 但生性高傲的姑娘 学过芭蕾很惹男性主义 这样的邻居求我 弄得我心花怒放 每日的下午 我放学归来 便在我家像迎接公主一样 迎接我的病人了 一连数日 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 我的手艺也明显地娴熟起来 熟能生巧 巧也能使人忘乎所以 乃至一物眼前的事业 这一天我的病人又来了 我开始做着注射前的准备 把针管针头用纱布包好 放进针锅 就是一个小饭盒 再把针锅放在煤气灶上煮 煮着针 我就和病人聊几天来 聊着小城的新闻 聊着学生的前途 不知过了多久 我才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事 有句很诙谐的俗话 形容人在受了惊吓时的状态 叫做吓出了一脑袋头发 这形容正好用于我当时的状态 我已意识到我受了我的惊吓 那针无疑是大大超过了药主的时间 我飞奔到灶前关掉煤气 打开针锅观看 见里面的水已烧干 裹着针管的纱布已微糊 幸亏针管针头还算完好 我不想叫我的病人 发现我被吓出了一脑袋头发 和这煮干了的针锅 装作没事人似的 又开始了我的工作 我把药抽进针管 用点酒和酒精 为病人的皮肤削过毒 便迅速向眼前那块血量的皮肤猛刺 谁知这针头却帮不了我的忙了 它忽然变得绵软无比 我一次次往下扎 针头一次次变做弯钩 针不进去 我那邻居的皮肤上 却是血迹斑斑 我心跳着弄不清眼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注射的失败是注定了 这实在是一个大祸临头的时刻 唯有向病人公开宣布我的失败 我才能尽快从失败里 得以解脱吧 我宣布了我的失败 半夜半藏地收起我那难堪的针头 眼泪已霹雳啪啦地掉下来 我的邻居显然已知道 背后发生了什么事 穿好衣服 站在我眼前说 这不是技术问题 是针头退了火 隔一天吧 这要隔一天 没关系 邻居走了 我哭得更加凶猛 耳边只剩下隔一天吧 隔一天吧 难道真的只隔一天吗 我断定今生今世 她是再也不会来打针了 但是第二天下午 她却准时来到我家 手里还举着两只崭新的针头 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微笑着对我说 你看看这种号对不对 六号半 这次我当然成功了 一个新的六号半 这才是我成功的真正基础吧 许多年过去了 每当我因为一件小事的成功 而飘飘然时 每当我面对旁人 无意中闯下的小货 而愤愤然时 眼前总是闪现出那位邻居的微笑 和她手里举着的两只 六号半针头 许多年过去了 我深信 她从未向旁人宣布和张扬过 我那次的过失 一定是因了她的不张扬 才使我真正学会了注射术 和认真去做 一切事 好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文章 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云公子 咱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